在传统文化的广袤画卷中,神仙一直被视作超凡脱俗之存在,他们被公认为拥有超越常人的神器自然力量。 曾经有这样一个古老传说在世间流传,一群神仙饱经磨难后降临人间接受历练,在人间他们宛如凡人一般,遗失了往昔的记忆。 却在懵懂无意识之中完成了属于他们的天命,据部分古籍记载,世间或许有神仙转世之人,可他们自己对此浑然不知,对自身出现的异常现象深感迷惑。 有高僧曾指出,真正的神仙转世者通常有一些共同的特质,他们大多命运坎坷,生活中挑战重重,频繁被疾病缠身,且这些病症往往难以确诊。 然而,凭借前世遗留的神性,在面临重大危机之际,他们总能神奇地化险为夷。 这些人往往心地善良,对生命怀着敬畏之心,不忍伤害,并且对金钱和物质极为淡薄。 这些神仙转世之人,自幼便对阅读和学习兴致盎然,他们思维敏捷活跃,对艺术领域有着浓厚兴趣,好奇心宛如燃烧的火焰般旺盛,和僧道也有着不解之缘。 不过,他们性格多偏内向,不喜炫耀,行事低调内敛。 这些人常常沉浸于自己的幻想世界,无论是行走在路上,还是乘坐公交之时,他们的思绪常常飘向遥远之地。 每至夜晚,他们可能会遭遇各种各样奇异的梦境, 比如天堂和地狱的神秘画面,甚至会在梦中与神秘人物交谈,并从中获得某些启示。 只是当他们醒来后,这些梦境记忆往往变得模糊不清,他们有时会突然头晕目眩。 尤其是在看到某些似曾相识的场景,或者身处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时,这种旋运感尤为强烈。 神仙转世之人对灵性事物有着特殊的感应,特别是当他们看到诸神、佛、菩萨相识,身体可能会产生各种奇妙反应。 比如突然感觉冷热交替,或者出现鸡皮疙瘩,汗毛树立等现象,若你发现自己符合上述种种条件,那么便有可能是神仙分灵转世。 但是,这里所说的分灵,是指仙佛菩萨将自身的一部分灵力分化出来,形成独立个体。 这就如同身体的一个细胞分裂,既可独立存在,也可被收回。 神仙转世之人的特征与分灵童子有所区别,若为神仙转世,通常会展现出如下特点。 它们的身体上可能会有类似七星的图案,这些图案可能是红色、黑色或白色的斑点或纸。 这种七星图案被视作神仙转世的独特标志,象征着它们拥有神明的庇佑。 而分灵童子并无此特征,神仙转世之人在阴阳属性上,呈现出明显的分离状态。 当它们紧握拳头时,从手心到手指背面的颜色变化会有清晰界限。 手心可能呈红色,而手背则为白色。 这种颜色的鲜明对比反映出它们体内阴阳的分离。 神仙转世之人可能会在特定时刻,比如打坐或在梦中被赋予天眼,从而能够看见神仙和鬼魂。 这种能力通常在某种仪式或梦境中被激活,而且它们可能偶然获取有关天界的神秘知识。 这些知识并非通过常规学习途径获得,而是源于某些特殊机缘或启示。 它们的梦境往往带有某种目的性,比如在梦中接受任务。 醒来后能利用这些信息帮助他人渡过难关。 至于哪些神仙会下凡? 历史记载大致将其分为三类。 第一类是地位崇高的天神,他们拥有强大能量,并肩负着重要使命。 若未能履行天界使命,天庭便会将他们召回。 这便是常见的大智者,妖兽,英才早逝的缘由。 第二类是普通天神,他们或许因情感纠葛或其他因素而被贬下凡。 他们在人间的生活充满艰辛,通常出生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家庭。 自幼便展现出聪明才智,但在成长过程中,可能会在学业和情感方面遭遇困境。 最终可能导致婚姻不顺。 这些人往往具有通灵能力,可能在高中或大学时期经历精神上的困扰,如狂躁或抑郁。 从神学视角而言,这些磨难或许是天界有益为之,旨在让他们体验人间疾苦,而后重返天界。 有些人会选择皈依佛门或到家,借修行来扭转未来的命运走向,亦或通过与能量高强之人接触,以此改变自身的生命轨迹。 在神话传说里,天界仙童一旦犯错,便会被贬至人间,成熟磨难。 这些仙童转世为人后,往往容貌出众,才华横溢,他们的诞生似乎会为家庭带来香锐。 然而据说这些童子无法在人间组建家庭,成就事业,毕竟他们命中注定要回归天界。 在天界,这些童男童女大多从事日常杂物,比如打扫卫生,当他们转世到人间,命运也相应发生变化。 就拿扫地童子来说,转世为男孩时,通常模样十分可爱,若为女孩,则往往身材苗条修长,皮肤白皙,气质超凡脱俗。 尽管他们可能较早展现出语言天赋,但在童年时期,身体或许较为虚弱,且活泼好动,甚至会惹出麻烦。 他们虽然聪明,可在学业与爱情方面,未必能顺遂如意。 婚姻生活可能会遭遇坎坎,中年时还可能被慢性疾病所困扰。 据说扫地童子身上有特定标记,像较大的智,这意味着他们随时可能被召回天界。 所以,他们在人间的生活通常短暂且充满艰难险阻。 那些在天界负责端茶倒水的童子,可能因向往人间爱情而偷偷下凡。 这些童子转世时身上一般带有胎记,在成长过程中,可能遭遇烫伤、溺水之类的意外。 成年后,他们在谈计婚假时可能会碰壁,甚至可能患上一些现代医学都难以诊断的病症。 这让他们困惑且痛苦,尽管他们外表迷人,却可能难以逆得真爱。 婚姻生活往往波折不断,离婚的可能性也较高。 最后千牛千马,贴身跟班的童子通常面容较好。 下凡是肩负特殊使命。 他们在少年时期就聪明伶俐,前途一片光明。 婚姻生活也相对顺遂。 在财运和事业方面更是表现卓越。 他们的第六感极强,能够做出一些预知梦境。 不过当他们完成使命后,往往会遭遇一些灾祸,最终返回天界修行,以改变自身命运。 在民间许多人在恋爱不顺或身患怪病时,常常会向庙里的神婆求助,想知道自己是否是童子命。 这时,神婆会在神仙堂前点上三根香,向神仙禀报所求之事,并让来访者行三跪九拜之礼。 接着,神婆会询问求问者的姓名,出生日期等信息,或者询问是替谁来看向。 依据香辉的弯曲程度,神婆便能判断求问者是否为童子命。 若香辉向内弯曲且不断,则是童子命。 而香辉的弯曲形状还能揭示其来历。 比如,香辉弯成圆形或梯形,便是天上的童子。 香辉弯成九十度后断掉,则是庙里的童子。 香辉弯成五十度时掉落,则是前世因缘童子。 一个人今生的行为和前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 如果是你或者你身边的人有上述特征,千万不要轻易放弃。 为化解灾难,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勤修大道妙法,积累功德。 进而改变命运,有缘人,你或许尚未察觉,其实每个人都可能是被封印的神。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蕴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,只是被禁锢住了。 所以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,实际上就是打开自身的封印,觉察自身的神性。 一旦找到了内心内骨原始而磅礴的能量,便会一飞冲天。 你也曾在云端翱翔,畅游九天,也曾上天入地,自由穿梭,也曾神通广大,无所不能。 只是在某个特定时刻,你遇到了极限需要突破,于是你被打入凡间,重新修行以正菩提。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,接待着独特的使命,这一使命便是通过修行,揭开被封印的身世,找回那被禁藏的神性。 当有些人成功找到,在离开这个世界时,念荣尚满是欣慰,平静与安详,因为他们已然完成了人生使命。 实现了肚结非生,而另一些人未能找到,离去之际则满脸痛苦,扭曲于猙獰。 毕竟他们未完成此生使命,下辈子还得重入轮回。 曾几何时,我们也曾无限接近自己的身心,被封印已久的身世。 会趁着月落星辰,封印松动之时,悄悄溜出来,透透气。 这便是我们的梦,也是我们本来的模样。 在某些特定时刻,我们会感觉醍醐灌顶,灵光乍现,如有神主。 而这个神识则就是我们本来的样子。 然而,人类思维目前所能想象到的,仅仅触及平行宇宙和量子纠缠的边缘,连皮毛都尚未抵达能帮助我们。 亏欠自己作为神的面貌之境界,所以我们所能做的,唯有入世修行、证悟,于尘世中修炼,于时世上进行、磨炼。 在苦恶中体悟,上天会为我们设置诸多困难、挑战与障碍,这些皆是我们的结束,也是我们需要度过的人生主线任务。 知晓了这一点,当再次面对生命中遭遇的困难、挑战、挫折与不如一时,我们便不应在抗拒、退缩与害怕。 要时刻记得,自己是一尊下凡渡劫的神,这一切不过是帮助我们去面对和经历该度的劫,待这些劫术逐一渡完,相应的大运和福气便会开启。 这是平衡之道,也是能量守恒之理,那么都有哪些命中注定的劫术呢? 一、情节。 情情、友情、爱情。 此乃人生三要素,亦是幸福三要素。 情节涵盖了这三种人间情感。 长言说得好,父在深山有远亲,患难身边无一人。 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男林投个子飞。 这些话语都在诉说着各种情节之事。 几乎每个人都无法避开情节。 只有经历了来自亲人的痛苦,爱人的伤害,朋友的伤心,才能深切体会到这一届的钻心之痛。 历尽人间冷暖之后,最终会发现,我们在意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少。 而在意我们的人同样没几个,自此以后对世界,对自己,对他人的看法都会截然不同。 人生的后半场,无需邀请太多人入场,有一两位知己,有爱人体贴相伴,哪怕仅有其一,一是不错。 二,败解。 俗话说,成王败寇,在当今社会,人们对一个人的成功看得极为重要,甚至超越了人品、性情、才华等方面。 这使得每个人对成功的追求都陷入狂热化。 可惜的是,成功的人终究是少数。 繁华落尽,往往会发现, 原来安稳度日,不争不强,反倒赢了,拼搏过后,可能落得一地鸡毛,负债累累,生活难以为继的下场,也不乏大起大落之人,最怕的就是在身披荣耀之时,没有看清自己的实力,将时代红利措当成自己的能力。 站在风口时,猪都会飞起来,可一旦自打一招跌落,便会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想要再站起来,想要再站起来翻身,不知要付出多少努力,拼搏多少时间,创业难守也更难。 这句口头禅,人人皆知,可遇事实,却常常抛之脑后,唯有好好认清自己的实力,分析自身的缺点。 今后的路,今后的路才能走得更加稳当,翻身也就指日可待。 三,生死并解,生老并死无人能躲。 当中年时期来临,上游老下游小,自己身陷其中,如线沼泽,举目似望找不到可依靠之人。 天天身体还出了问题,明明是身上担子最重的阶段,老天却似乎故意与你过不去,还要再给你加上一层苦难。 但这个结束着实不好过,越是如此,越要调整人生的排序,务必将健康放在第一位。 工作狂或许能带来成功于财富,但失去了健康,一切都将化为乌有。 所有的付出、荣耀、光环都会消失殆尽。 即便我们尚未到达这个生死病结阶段,也应从身边的人身上学习经验,吸取教训,早领悟,早改变。 拥有一个好身体才是人生的头等大事。 其他结尾锦上添花,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充满结束的修行之旅。 我们须坦然面对每一个结束,在尘世中不断修炼自我,以完成我们下凡的使命,寻回那被封印的神性,实现人生的生化。 四,穷解,魔力与应对。 人生在世难免遭遇穷解,凡是来磨练你的,实则是来堵你的。 人到了一定年纪,便会深知命运的敲打,生活的垂击无可躲避。 很多时候钱确实能解决绝大部分难题。 剩余的问题,钱也能起到缓解作用。 每一个曾穷过的人,都深深体会过穷带来的痛苦,那种感觉深入骨髓,花钱使人缩手缩脚,每日精打细算的过日子。 不敢透支,不能够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 这样的日子经历过一次,便绝不想再来一遍。 如今赤裸裸的穷富差距,犹如一块大石压在每个人胸口。 沉重不堪,更可恨的是钱往往流向不缺钱的人,爱也往往流向不缺爱的人。 仿佛宇宙的伤增定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。 面对此种情况,我们应放弃不切实际的幻想,抛掉多余的欲望。 清空大脑中的杂乱思绪,做好自己折服前行。 要坚信,要坚信每一个困境都有走出来的时候。 五欲望之贪,人生有五毒,几贪,沉、吃、慢、疑。 其中贪为苦本,为何说贪是痛苦的根源呢? 从根本上讲,人之所有痛苦,在于需要的不多,想要的太多。 人有欲望本是正常之事。 比如我们有吃饭、穿衣,求取知识,希望夫妻和谐等欲望。 这些都是正常的,正是因为人有欲望,社会才得以进步。 若人类没有欲望,社会便不会进步,甚至人类会走向灭亡。 然而,有问题的是贪欲。 那么,什么是贪欲呢? 当你所想要的超过了实际需要的那一部分,便称之为贪。 例如,为了方便日常生活,需要一台交通工具。 买一台车是正常的,但若靠自己的能力买了十几万,或几十万的车后还不知足。 花费几百万,几千万去买车。 甚至家里购置七八台车闲置。 这显然是不需要那么多的。 有了这个,还想要那个。 这就是贪。 一个人一辈子。 真正生活所需的东西并不多。 再有钱,再厉害的人。 睡觉也只需一张床。 吃饭也只能端一个碗。 可有些人却活得痛苦又劳累,就是因为其欲望无止境。 这山望着那山高,明明潜已够花,却还想着为下一代。 下下一代积累一生一世的财富。 这种贪欲导致自己烦恼不断。 在面对人生的诸多痛苦和烦恼时,如度结般艰难。 有些人会抱怨做人之难,要么心痛,要么心烦。 而对于有缘人来说,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行。 可惜大多数人目光短浅,且于而不自知。 宁愿追求短暂的利益,贪图眼前的享乐。 过着行尸走肉般的日子,直到生命结束都浑然不知。 实在是枉费今世为人。 辜负了老天给予做人的好机会。 特别是做修行人,更是难上嫁难。 自古便有人生难得,中土难生的说法。 做修行人。 修行一世相当于人家好几辈子。 但正因为难做,才有磨练自己的机会。 才能启发自身的智慧。 所以每个人都应珍惜这一世来之不易的机会。 当下时空,修行人的使命尤为重大。 尤其是在这一次九字离火运期间,老天欲使传统文化复兴。 为何如此呢? 因为若不这样做,人类便可能面临灭顶之灾。 所以凡是秉持传统文化的人,便是肩负天命之人。 这是修行人的一份责任。 正如孟子所言,故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,必先苦其心智,劳其筋骨,恶其体肤空乏其身,行福乱其所为。 所以动心忍性,脏意其所不能。 修行人所经历的诸多事情,皆是奉天命而行,我们一定要相信这是黎明前的黑夜。 黑夜总会过去,人生处处有坎,只有练就一身本领,不断精进,才能平稳度过。 也许曾经我们被这些结束搞得痛哭不已,痛哭流涕悔不当初。 但这些结带来的伤痛过后,便是我们重塑新生的时机,更是大运福气来临的开始。 因为宇宙能量守恒,低谷后的每一步都在爬升,运势也会分支塌来。 我们应正视人生的各种结束,通过修行来化解贪欲等烦恼,肩负起时代赋予修行人的使命,在困境中不断成长,迎接新生与好运的到来。 如果本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,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,在评论区留下潜心修行。